本集主要讲 第一 宝玉第二次说做和尚是为了谁 第二 宝玉如何缓解跟秦文的紧张关系 第三 秦文私善是暗示贾府败落吗 上一集的末尾 宝玉因为愤怒就要找王夫人 把秦文打发出去 习人带头跟怡红院的一堆丫头跪求 这才阻止了宝玉 虽然宝玉放弃了行动 但是因为觉得自己心使碎了 也没人知道 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而习人呢 也跟着他一起哭了 这集节目的开始 先给你提个问题 你理解宝玉吗 为什么这里宝玉会哭 还说心碎了也没人知道呢 请用弹幕和留言 给出自己的答案 这个时候 秦文也在旁边哭 他正想说点什么 可是看到林黛玉进来了 他就没说话走出去了 黛玉看到三个人都在哭 他就笑着问宝玉 端午节为什么好好地哭起来 难道是为了争夺粽子吃吗 这一句话就让宝玉和习人都笑了 黛玉接着说 如果宝玉不告诉自己为什么 那他就问习人去 一边说 一边拍着习人的肩膀叫好嫂子 他让习人告诉自己 黛玉还说 一定是宝玉跟习人拌嘴了 只要习人告诉他 他就会帮他们调和矛盾 这一段话非常有意思 也能说明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 习人跟黛玉是完全没有竞争关系的 习人的目标是做妾 而黛玉的目标是做妻 即便黛玉小心眼 爱吃醋 他也只会吃同样可能嫁给宝玉的 宝钗和香芸的醋 不会吃习人的醋 所以他可以很轻松的拿着两个人开玩笑 习人听到黛玉的话 就推了黛玉一下 说黛玉别闹了 自己只是个丫头 不要胡说 可是黛玉呢 还是继续调笑习人 说即便习人说她是丫头 自己还是把她当嫂子来看 黛玉这个话虽然是调笑 但是也说明了一些问题 老杨觉得这里其实暗示了 敏感的黛玉跟秦文一样 他也知道宝玉跟习人的关系不一般 宝玉让黛玉别这么说 因为这样会给习人招惹不好的名声 即便是现在这样 已经有人说闲话了 哪里还经得起黛玉在开玩笑 习人也笑着跟黛玉说 这是黛玉不知道自己的心事 除非一口气上不来 死了也就算了 黛玉笑着说 如果习人死了 不知道别人如何 自己肯定哭死了 宝玉就跟着说 如果你死了 我做和尚去 习人让宝玉老实些 不要说这样的话 而黛玉呢 则伸出两个手指头 抿着嘴笑 说宝玉做了两个和尚了 以后都会记着 宝玉做和尚的次数 宝玉明白 黛玉这是在说自己之前说的话 也就笑笑混过去了 上面的这段话 是值得仔细讲讲的 首先是习人的话 他说黛玉不知道自己的心事 除非是一口气上不来 死了也就罢了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习人的心事是什么呢 可能很多人会说 不过就是当宝玉的妾嘛 其实这么想就太简单了 第三回习人出场的时候 作者就说 这习人亦有些吃醋 服侍甲母时 心中眼中只有一个甲母 如今服侍宝玉 心中眼中又只有一个宝玉 只因为宝玉性情乖僻 每每规劝宝玉 心中着实忧虑 你看到没 习人心里排在第一位的是宝玉 天天想的也是宝玉怎么样才能更好 他做妾的前提 也是因为宝玉发展的好 后文中我们可以看到 习人对宝玉说 难道对方做了盗贼 自己也跟着吗 习人的心态很好理解 当甲母把他给了宝玉 他就跟定了宝玉 觉得自己跟宝玉是 一损俱损 一荣俱荣 也正因为这么想 所以他才会 一不小心就说出了 我们 然而就是这种超出一般仆人 甚至有点不分彼此的态度 就招惹来了闲话 被秦文怼 被黛玉调笑 所以他说 黛玉不知道自己的心事 那么为什么说 习人这么想 也是一种吃处呢 因为这种人非常少 我们想想 现在有几个人 会把工作当成自己生活的全部 把老板当成自己 未来生活的依靠 对大多数人来说 做丫头就是打工 怎么可能把老板放在自己之前呢 可习人就是这种人 请注意 这可不是赌一把的短期投机 而是十年以上的长期投资 在没有任何承诺的情况下 长期尽心尽力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其次 让我们看看 后面三个人的对话 黛玉先说 如果习人死了 自己会哭死 然后呢 宝玉就跟着说 你死了 我坐和尚去 习人阻止宝玉说这些话 接着黛玉 就数了宝玉做和尚的次数 这一段呢 主要有两种解读 第一种是 宝玉做和尚 是基于习人死而说的 再说了 黛玉死了做和尚之后 他又向习人表态 说习人死了 他也要做和尚 习人当然会阻止宝玉 说这些诅咒发誓的话 而黛玉呢 也在笑话宝玉 随口就做出了做和尚的承诺 所以呢 他在给宝玉计数 第二种是 宝玉说的做和尚 是针对黛玉说 会哭死而说的 黛玉说 会因为习人的死 而哭死 所以宝玉说 如果黛玉死了 自己会做和尚 习人只是自作多情 理解错了 而黛玉呢 跟习人一样理解错了 以为是宝玉 又给习人做了承诺 你觉得上面那种解释 更适合呢 请用弹幕和留言 给出自己的选择 对此 老杨比较倾向于第一种 虽然第二种 显得宝玉更加专情 首先 从对话本身来看 黛玉跟宝玉 都是接着习人的话说的 语法结构呢 也一样 他们都是先说 你死了 然后说我怎么样 在这种情况下 宝玉突然转移 说话的目标 很不自然 其次呢 从宝玉一贯的态度来看 如果对自己 很重要的女孩不在了 她是愿意为了这些女孩 去做和尚的 这并不是随口说的 最后 如果这句话 是宝玉当着习人的面 第二次给黛玉表白 那么敏感的黛玉 表情不会这么自然 肯定会不好意思 甚至会发怒的 她又怎么会 轻松地跟宝玉开玩笑呢 不论你喜不喜欢习人 事实上 习人在宝玉心中的重要性 是很高的 这在前面花结雨的那一回 表现得非常明显 而从这一回 一旦习人跪下求宝玉 宝玉就立刻放弃驱赶情文 我们也能看得出来 宝玉是离不开习人的 这跟他离不开黛玉是一样的 习人满足了 宝玉在物质生活上的需要 而黛玉呢 则满足了 宝玉在精神生活上的需要 后文中 习人走了 摄阅替代不了 黛玉走了 宝钗也替代不了 所以最终宝玉 又怎么能不当和尚呢 黛玉说笑了一阵 就走了 有人传话给宝玉 说薛盘请她 薛盘的生日 宝玉没去 现在肯定不好不去了 所以只得去了 薛盘的活动 又是吃饭喝酒 宝玉没法推辞 一直等到散场才回来 宝玉回来的时候 已经带着几分酒意了 走路都有点摇摇晃晃 进了怡红院后 她就看到院子里 已经放好了 乘凉用的床和枕头 老杨估计 这就是之前 王夫人睡的那种凉踏 床上有个人躺着 宝玉以为是习人 她就在床边坐下 还推了那个人 说疼得好些没有 那个人翻身坐起来说 宝玉何苦又来招惹自己 宝玉一看 原来她不是习人 是秦文 因为喝了酒 宝玉胸中的怨气 已经大大的释放了 她就拉住秦文 让她在身边坐下 笑着说 对方的脾气越发浇灌了 早上摔坏扇子 自己不过是随口批评两句 秦文就说那么多反驳的话 秦文怼自己也就算了 可是习人明明是好意过来劝 连她也怼 这到底应不应该呢 我们前面已经讲解过多次 宝玉是女孩的沟通大师了 她的这段话 其实也非常有条理 而且很体贴 宝玉先说 秦文的毛病是浇灌 这个词就是娇生惯养的意思 本身并没有多少负面的含义 不会让秦文听了 就立刻跳起来直接反驳 然后呢 她说秦文顶撞自己也就算了 主要的问题 是委屈了过来劝架的习人 这么说的言下之意 就是宝玉现在 已经不生秦文的气了 那么秦文领不领这个琴呢 她没直接回答宝玉的问题 而是说天气很热 宝玉不要拉拉扯扯 让人看到不好 还说自己不配坐在这里 想立刻走开 宝玉则说 既然秦文知道自己不配 为什么还要在这个梁榻上睡觉呢 这句话逗得秦文都笑了 说宝玉不在的时候就配 她回来就不配了 秦文请宝玉让一让 说自己要去洗澡 还说席人和摄月都已经洗完澡了 可以找他们来陪宝玉 下面就是很多小伙伴 都感兴趣的情节了 宝玉听到秦文要洗澡 她就说因为自己喝了不少酒 所以也需要洗一洗 既然秦文还没洗 干脆两个人一起洗吧 秦文白手拒绝了宝玉 笑着说自己不敢招惹宝玉 之前必狠跟宝玉一起洗澡 花了四五个小时 也不知道两个人在干什么 其他的丫头也不方便进去 后来等到洗完了 他们才看到地下的水都把床腿弄湿了 而且床上的席子上也有水 大家都不知道这两个人是怎么洗的 笑了好几天 秦文还说 自己可没时间给宝玉收拾 宝玉也不用跟着自己一起洗澡 今天不算热 既然宝玉白天已经洗过了 现在就不用洗了 自己可以给宝玉打一盆水 让她洗洗脸 梳梳头 上面的这一段 是秦文第三次给我们透露怡红院的秘密 宝玉给舍月闭头的时候 她说宝玉跟舍月有问题 这回前面吵架的时候 她说宝玉跟习人有问题 而到了这里 她又说宝玉跟闭痕有问题 你可能会问 到底宝玉跟这些丫头发展到了哪一步呢 书中除了习人 作者完全没说 为什么会这么写呢 就是因为作者根本不在意 宝玉跟谁有问题 她只是想说宝玉跟秦文没问题 秦文是宝玉院里最清白的一个女孩 最后呢 却被王夫人当作狐狸精赶了出去 这才是作者最想说的 另外 请你不要把丫头陪宝玉洗澡的这件事 想得太复杂 作为贵族家的少爷 从小宝玉就是奶妈和丫头陪着洗澡的 而且如今呢 宝玉也才13岁 在现在的大多数人眼里 这个年龄依然是孩子 所以上面秦文说的这段话 既可能有秦色的问题 也包含着笑话的成分 秦文接着说 鸳鸯刚才送来了很多水果 现在都拔在水晶缸里 可以让别的丫头伺候宝玉吃 这里的拔 是指用冰或者用冷水给食物降温 很多人都认为 这里是指冰镇 因为就连金瓶梅里的西门庆 在夏天都是有条件用冰镇的 公爵家的贾府就更不用说了 而水晶缸呢 就是水晶做的容器 天然水晶可能做不了很大的缸 所以也很可能是用玻璃做的 因为是大热天 把水果冰镇一下再吃 显然会更加享受 宝玉笑着对秦文说 既然是这样 那秦文也不准去洗澡 洗了手拿了水果来吃吧 秦文笑着说 自己不稳重 连扇子也摔坏了 不配伺候宝玉吃水果 如果再打破了盘子 那就更了不得了 宝玉这个时候的心态 已经跟早上完全不一样了 他笑着说 秦文爱打盘子也可以 这些东西只不过是给人用的 你爱这么用 我爱那么用 只是大家喜好不同而已 比如扇子 原本是用来扇的 但如果秦文愿意撕着玩 也是可以的 再比如杯子和盘子 本来是用来装东西的 但是如果秦文愿意听摔碎的声音 哪怕故意摔碎了 也可以 只是不要生气的时候 用来出气就好 这就是爱惜东西了 秦文听了就笑着说 既然宝玉这么说 那就拿出扇子给自己撕吧 自己最喜欢撕扇子了 宝玉听了 就把身上的扇子递给了秦文 秦文拿过来 果然动手撕成两半 接着又继续撕成了几条 宝玉在旁边笑着说 撕的声音很好 再撕的响些 正在这个时候 摄月走了过来 看到他们的行为就说 少做些孽吧 可宝玉呢 上前就抢下了 摄月手里的扇子 也递给了秦文 秦文拿过来 迅速撕成了几半 宝玉跟秦文都哈哈大笑 摄月抱怨他们 拿自己的东西开心 宝玉则笑着说 让摄月去装扇子的匣子 随便挑 摄月赌气说 那还不如直接拿出匣子 让秦文撕个过瘾 宝玉居然笑着同意了 摄月说 自己可不能这么造孽 秦文又没骨折 想撕就自己拿去 秦文笑着躺在床上说 自己也累了 明天再撕吧 宝玉也笑着说 古人千金难买一笑 几把扇子算什么 一边说 一边叫习人 习人这才换了衣服走出来 小丫头家会收拾了破扇子 大家就一起在院子里乘凉了 上面就是书中 著名的秦文撕扇 而宝玉的这一段奇谈怪论 则被后人批判了几百年 对此最多的解读是说 这是类比亡国之君 因为这一回回目中的千金一笑 本来就是指周幽王的宠妃包四 在长城上吹风的故事 同时包四还喜欢猎博 也就是撕碎名贵的撕之品玩 既然是用亡国的故事 来比喻秦文撕扇 那么宝玉骄纵秦文 显然就暗示贾家之败了 对这种解读同意的小伙伴 请在弹幕里打一 不同意的打二 对此呢 老杨是完全不同意的 首先让我们看看宝玉的话 到底有没有道理 宝玉说 东西的用处都是人为定义的 只要自己喜欢 怎么用这件东西 其实都是合理的 哪怕只是为了听个声音的 破坏性使用 在此呢 老杨请你设想一个场景 如果用同样的钱买了扇子 盘子和一串鞭炮 这个时候有人喜欢听撕扇子的声音 有人喜欢听摔盘子的声音 有人喜欢听放鞭炮的声音 你会觉得前面两个人是变态 后面一个人正常吗 明明花费的钱一样 听声音的快乐也一样 为什么大多数人都会觉得 放鞭炮很正常 其他行为就不正常呢 这是因为大众的习惯 可大众的习惯和个人的喜好 到底哪个更重要呢 这里就体现出了 宝玉价值观的特别 因为他觉得 个人喜好更重要 因此呢 宝玉在大多数人眼中 都是一个吃人 但他是不是真的吃呢 那个放鞭炮的人 真的就比撕扇子摔盘子的人 更加正常吗 接着我想再说说 周幽王这个例子 如果你熟悉历史 你就会发现 几乎任何王朝的末代皇帝 都是昏庸残暴的人渣 你有没有想过 这是为什么 其实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历史 是他们之后的王朝写的 如果前朝的末代君王不坏 怎么能证明新王朝好 又怎么能证明 推翻前朝的正确性呢 所以关于周幽王和包四的故事 真实性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 让我们认真想想 他们最著名的故事 烽火系诸侯 你就会发现 这基本上是个不可能的事件 因为在烽火台上发出信号 周围的国家派兵过来 不是等一会儿就能看到的 而是最少要等几天 一个王后可能在长城上露营 吹几天冷风 等着看这个无聊的结果吗 而且她还以此为乐 一而再再而三 老杨觉得如果真是这样 那这根本不是一个荒淫无道的例子 而是一个脑残误国的例子 与之类似 包四列伯的故事也一样存疑 即便它是真的 很可能也就跟这次 宝玉秦文的事件一样 并不能代表 包四就是奢侈无度 祸国殃民 反过来呢 我们也不能说 秦文私善就暗示着 贾府会因此而败落 贾府的没落 既是历史的必然规律 也是假设 假正 假真的 男性集体的无能结果 这跟秦文私善没有一点关系 过去很多的历史事件 都把女性跟衰败建立了因果关系 这根本就是为男性的失败 寻找理由开脱 这既是千百年来儒家的恶习 也是《红楼梦》说 男人臭且污浊的原因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请订阅 点赞 收藏 并转发给你的朋友 让更多人了解并爱上《红楼梦》 我们下集再见 等会再见 大家可以 不准 宝贝 大家可以 gab